好 今天给大家录一下这个石楼城堡 明显的老头脱了呀 他并没有得到什么力量 哈哈 咱们被别人搞定了 嘴皮了 这个游戏算是国产游戏比较良心的嘛 还挺不错的其实 咱们嫌疑员碎语不要讲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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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其实这个人物太Q版了我一直觉得这个有他的问题啊 如果不是那么Q版的话其实就好很多 拿这个箱子其实不是特别好啊 拿这个箱子就会被抓住的 哦 好像那个不拿箱子也会被抓 哈哈 算了反正都是被抓 改变不了命运啊 对 好 还准备打开啦走 はい はい 打这种游戏主要就是不能瘫刀 这个药怎么吃呀 这个药感觉 好啊 有多忙啊 哦不 太难了 好难啊这个有意思 哎好难呐 恶魔的灵魂 都是5啊 你只要没有打到5的话就白费了 哎呀我们终于有枪了 远程武器 走 这个优点就是很远 这样就安全的多了 哎呀 还蛮有意思的 我都想买安卓发卖了 哦 这个劲还是蛮大的 哎呦 哎呦这个魔法是真的好烦人 哦 哦 哎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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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实我觉得工匠好一点啊 但是其实都无所谓 鸡腿留一个吧 哎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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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 没钱 希望运气好一点 哦 再赌一次吧 这啥也没有太疼 我去算了算了 这个老虎鸡真的太疼 刚才没看清 他这个鸡腿也是生不了 15点 哎呦哎呦哎呦还有机关啊 这个射程啊是真的远啊 红件还是比较好用的 因为你打到底下好像就有硬质啊 趴个紧币就能通过 我还在过不去 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就给大家录到这了 我还在过不去